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山頂大宅被揭發潛艦 全盛空洞 連梁振英的前競選辦主席張振元都說驚奇 不過他就相信潛艦問題只是疏忽 我去過他家幾遲 我完全不察覺有任何潛艦的情況 今次的問題你可以怪他是疏忽 他亦向公眾道歉了他是疏忽 但是這個絕對不涉及承訊的問題 因為他真的不相信他有這個潛艦的問題 張振元又承認作為前競選辦主席 事件中自己亦都有疏忽 即使當時相信大宅沒有潛艦 亦都應該找專業人士檢查 但是他就沒有正面回應 梁振英拒絕公開 為清拆潛艦物提供意見的測量師的名字 簽契的時候應該是1999年 那時大家對這個潛艦的意識 亦都不是很強 亦都不是很敏感 至於當時他找了一個建築測量師 去看看 包括這個屋本身 有沒有什麼架構問題 有沒有白矮 有沒有一些違規違法的東西 但是不一定是指定你去看看有沒有潛艦的東西 張振元又說相信事件對新政府會有一定的影響 對於梁振英希望在市區興建公屋 本身是事件局主席的張振元就說 政府擁有不少的市區土地 事件局亦都可以將收回來的市區重建土地 給政府興建公屋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胡可敏報導 那在海的培館 公居 交給 一顆 一顆 感谢观看